好 接下来看到立法院最新的情况了 民进党立委被抓包 今天立法院院会有7位的立委改成的书面质询 包含了黄杰在内 之前不是说他们的秩序权被剥夺吗 没想到黄杰开呛 改成的书面质询还说不关你的事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 凌晨又告诉我们 好 主播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民进党立委们上一次呢痛批 立法院长韩国瑜没收他们的质询权 今天礼拜五再一次召开院会 所以陈建仁也来施政报告 本来就可以看民进党立委继续在 直询台上面大显身手 结果今天的议事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议事表上面 今天三月二十二号 我打勾的七个勾勾 这七个勾勾全部都是民进党的立委 因为他们今天全部改成书面质询 把当面质询改成书面质询 里头包含了谁 包含了黄杰还有郭国文 以及賴慧元 这两个人上一次还冲到院长室来抗议 结果今天的院会质询 直接改书面 还包含了谁 王美惠 杨耀 林楚英 还有王世坚 这七位民进党的立委 过去不是高喊的质询权很重要吗 怎么今天完完全全 好像就放弃了当面质询 都改成书面质询呢 那么一早黄杰有出面召开记者会 今天为什么黄杰会改成书面质询 我们一起来听黄杰的最新回应 那针对罗志强委员我认为是说 不管我是要当面质询还是书面质询 其实都不关你的事啦 那我认为就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 因为要为了要做秀 为了要拍抖音 所以需要有这个画面 好你可以听到黄杰的回应 非常非常的呛 他说呢他改成书面质询 不关你的事 哇怎么会讲不关你的事 这五个字脱口而出呢 而且终于是黄杰是选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今天难道外界质疑你 为什么改成书面质询 你不用正面回应吗 居然是讲不关你的事 然后他还大讲自己说呢 他又不是进到议场里面去作秀 又不是进到议场里面去拍抖音 所以是把这些立委的质询 都拿来变成是作秀 拿来变成是表演 拿来先来拍抖音的吗 今天黄杰的这一连串的说法 恐怕也只是自证自己就是一个 藐视国会的立委而已 让他们接近的国会最新 好最近的立法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昨天呢在立法院呢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 他在立法院司法跟法治委员会 质询的时候 他想要了解呢 其他国家针对于总统到立法院 一问一答的情况 而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就说了 这法治局呢是有在做报告 那庄瑞雄也看过了 里面呢写得很清楚 就没想到就让庄瑞雄呢 怒火上来冲天 痛骂周万来骂了十分钟 他说呢是立法院长 韩国瑜叫你来做的吗 我不是上对下 是你不讲理哦 你笨到没有跟院长提醒吗 一连串的不断的骂 大概时间骂了有十分钟 气氛相当的火爆 但是呢周万来他也说 韩国瑜没错啊 畅明三次没有到就是会跳过嘛 在每个施政报告跟施政的咨询 一定都有这样的宣告的 所以呢在PTT呢 很多的网友也都砸锅了 说这根本就在刁难啦 不是在咨询了 而且咨询他干嘛呢 你干嘛去咨询周万来 民进党素质就这个低落啦 还有人说周万来是不用对你负责 整个党滚离台湾吧 抹黑院长不成 你现在找秘书长在出气吗 郭正亮就认为说 真的很难想象耶 庄瑞雄会对周万来生气 因为呢你骂周万来也不会得分啊 干嘛要骂他呢 另外联合报呢 能野集也说了 民进党就是在假公祭司 在报老鼠冤 说这个国会质询呢 本来就是就是论事 立委呢有再大的权利 也不应该将国会当成的刑堂 来审问为难当事人 为难议事人员 那么领人民的薪水 应该是要为民喉舌 但没有进到监督之责 你还假公祭司 在报老鼠冤的作为 人民是不会认同的 我们就来看到 很多网友也说了 院长呢是要帮周 秘书长出一口气的 那些立委真的是太坏了 还有人说看到这个右边 右边就在讲庄瑞雄 说骂这个周万来 态度这么的差 还说要搞死他 这种话讲的出口可恶 看到庄瑞雄就想吐 真的是太碍眼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呢 这是因为蓝莹要求赖清德 未来的总统 你要到国会来备训 没想到遭到了 绿营强力的阻挡 蓝莹就大骂 实在是太丢人现眼了 身为八百万票选出来的 民选总统 蔡英文身影七百四十五天 躲着媒体 蓝莹要求未来赖清德 必须到国会备训 但民进党百番阻挡 说是违宪 被立法院秘书长狠打脸 你应该接受寻达 去弥补 像蔡英文这种 完全不理睬民意的漏洞 恐怕都逾越了宪法的授权 因为现行条文就明定了 所以也没有到修宪的问题 来民署长周万来的回应 似乎让绿营不满意 直接翻起旧照 民进党立委自己直询大迟道 当天不断找院长踢管 如今骂不到韩国瑜 甚至找秘书长算账出气 我是跟你说你先摆 那白红我就给他 你知道吗 你是在 你当做话批准很好 三部的立委都没说 他们做话 你不做话 我如果要把你周万来乱 你就去我乱死 周万来的狂骂五分钟 网友看到炸锅怒轰 这是更小当生气 把秘书长当成自己的助理吗 难道买车票迟到火车跑了 还要大骂账务人员吗 民进党迟到怎么还有脸排卓骂人 我笑这个张瑞熊根本不敢 你不敢对着韩国瑜去讲这些 然后把周万来当成出气筒 民进党不要再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了 民选总统该不该受监督 迟到错过质询 该不该指着别人的鼻子骂 当绿委骂得面红耳赤 就怕被选民当成笑话 接下来杨洁旅见 SL5台北报道 好很多的网友刚才看到的 这一段呢 庄瑞熊质询周万来的画面 很多网友看到之后都说 非常的傻眼 指引呢 庄瑞熊就是呢 抹黑院长不成 就找这个秘书长来出气 好对此呢 前立委过阵量也说了 真是难以想象耶 庄瑞熊会对周万来生气 因为你骂周万来也不会得分 庄瑞熊实际上这个问题 本来跟韩国瑜是没有关系的 这跟国会改革比较有关 那可是因为 因为他对周万来动怒 对啊 人家就会联想到韩国瑜 不是因为他有点韩国瑜 他说你笨到 没有跟院长提醒 一时规则从以前到现在都同一本 没有一个院长出错 你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出错 你当秘书长失职 那这个也是在讲周万来本人 不啦这个就是 周万来就是没有提醒 那这个还引起另外一个事件 也是绿媒说谎 因为绿媒说他有 然后那个韩国瑜不听 对 对不对 那后来周万来在内部协调的时候 就说他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要倒过来来责怪周万来 事实上周万来即使有劝韩国 也不一定会尊重 他可能会觉得 不要让陈建仁等太久 对不对 因为那天的主角是陈建仁 他是总质询 那这也不是周万来能决定的啦 那主要是周万来讲说 那可以去看他念的哪一本书嘛 然后他写的哪一本书这样 其实那个庄瑞雄会这样回应 我也有点意外啦 因为他也蛮老鸟啦 他说我也是会生气的 那我难以想象他会对周万来生气 我也觉得 他说如果其他委员就不客气开骂了 讲很严重 你骂周万来也不会得分 因为他就是那个样子 他就是丝丝纹纹 慢调失礼 那始终坚持专业那个样子 所以你去责怪他没有跟韩国瑜提醒 也不会得分 因为按照规定 按照规定周万来没有必要提醒 对不对 那你除非你事先有去拜托秘书长 那就是个别委员的事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他也不会从这边 就发作到韩国瑜身上 这个庄瑞雄也蛮鬼零精的 所以他就是就这件事这样论而已 我认为这件事烧不开啦 好不过我们看到最近公布的几份的民调都显示了 国人对于立法院长韩国瑜的表现满意度都是高过不满意度的 好看到满意度呢是达到了五成二 不满意呢是三成四其中的二十到二十四岁的年龄层的民众高达五成八是满意的 国政长就认为说这跟国会无关呢 这叫做个人形象 这份的民调呢也显示了外界对于韩国瑜本人的肯定 好议员呢 刘采薇也认为韩国瑜最近的二十多岁年轻人的满意度上升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呢这批人接触公共事务之后 重新认识了韩国瑜的正直要改革的形象 好他说呢长期呢民进党就是用相当低劣的手段 在乱贴标签在抹黑韩国瑜 好现在呢年轻人都有具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所以呢很多人实际上看过了韩国瑜的表现之后 发现根本就不是民进党所说的那回事 这民调数据也确实的显示 韩国瑜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有明显的大幅提升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